哈哈哈哈 影视剧中 一人分是多绝的现象 惹见不鲜 所谓精分儿童欢乐多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都有哪些精分达人 为我们贡献过难忘的表演 会一样的美男子2 看亲子 美男子2中 亲子以一袭白衣的清纯形象 出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黑长直亲子 由于失去了记忆而格外懵懂 透着一股子自然不做作的 傻白甜气息 然后天空一声巨响 红帕亲子闪亮登场 这个亲子目光凛冽 出手狠辣 王霸之气辐射方圆百里 所以这两个亲子 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得继续追剧才知道了 如果你以为华哥 只能演冰山美男高丽之花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笑傲江湖》里 华哥不仅把快一恩仇 洒脱不羁的灵狐冲演绎得淋漓尽致 甚至连扮起妖魅伟娘寿来 都是不在华下 丑丑咱华哥这一评一笑 真是娘入骨髓呢 三声三世十里桃花 扬秘 大秘密在三声里可谓把金芬玩了个爽翻天 丝音素素白浅玄女 四种性格四种风味 活泼爽朗的丝音 单纯善良的素素 大气洒脱的白浅 狐媚妖艳的玄女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哟 一触即发 钟翰良 今算是最怕几个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不够大 让演员很难把握分寸 可是一触即发中 小娃的表演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 同样是精英人士 同样是西装革履 小娃却能从小细节小表情的喜微差别 诠释出不同的人物特征 除此兄弟 真是两个都扎心呢 还记得当年被圣儿支配时的恐惧吗 圣儿出卖姐妹 勾引闺蜜老公 害死可怜的血渊 让荧幕前的观众恨不得冲进去 将她打死一百遍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蛇仙美人死了 另一个和她长得一毛一样的王志出现了 讲真 坤美人把善良的王志演得很好 但 臣妾就是忘不了圣儿啊 新三剧绝对是分裂的极大成者 里面的主演全部都分饰了多个角色 狐哥的活泼景天 苦逼龙羊 大气飞鹏 杨幂的刁满雪剑 痴情西摇 失智的温婉兰魁 狠力洪魁 旁边的天真紫玄一代 妖嬬紫玄二代 大气紫玄三代 过精华的温柔顾流芳 醋坛子林叶平 呆萌徐长青 这全员分裂可厉害了 盘点到这里 女王都觉得有点分裂了 我下去吃个药先 大家下期见啦